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印度站,Flipkart等第三方电商平台,在印度电商市场巩固自身地位的同时,也迎来了新增长,而就印度独立站市场而言,全合约副总经理林壮超表示,无论亚马逊亦或者Flipkart份额占比分别约为32%及31%,独立站有16%的市场空间, 存在较大发展空间,近年来,独立站出海模式,越来越被行业重视,并有望成为下一个跨境电商风口,做独立站有哪些优势呢? A,实现稳定增长后,会有用户数据的沉淀,这是做独立站,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个好处。 B,客户来到你的独立站,没有比价,要么买,要么离开,流程是很简单的。 C,独立站具备品牌的溢价能力,你可以在独立站上,讲品牌故事,可以从各个角度来体现产品的特色。 很多时候,独立站卖家的产品定价,会是它在第三方平台上的,二倍甚至三倍都有。 D,可以按照你喜欢的风格来,设计独立站的版面和模块。 G,如果有一个有一定用户沉淀的独立站,完全可以通过。 在中国社交媒体,把它们聚焦到一起,APPN的数据显示,Club Factory,Shine,Bengut等卖家,均以独立站出海形式,进入了印度市场。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,这些卖家如何做独立站。 一,Club Factory,2016年才上线的Club Factory上货源,多来自中国各大服装、饰品批发市场,拥有几千万SKU,实际交易的供应商,一百多万家。 主要涵盖服装、饰品、家居等,正好满足了印度市场旺盛的电商消费需求。 目前,该平台已在印度运营了近18个月,声称在印度拥有四千万注册用户。 相比之下,印度电商平台Flipcart经过十年运营,才拥有一亿多注册用户,一数据驱动的采销模式。 A,业务模式上,上游对接、中小型厂家、批发商、平台统一提供人货匹配、客服、海外物流等基础服务,下游则覆盖印度、东南亚、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。 B,从商业模式上来看,在卖货时,Club Factory还是要把货买进来,与传统跨境电商模式差别不大,只是Club Factory能够通过技术手段,把信息抓取后,让备货效率更高、更准、更早。 从一次备货几时间,到一次精确到个位数的备货,比如别人做1000万的SKU可能需要50亿美元运营资金,而依靠技术,Club Factory只需要1亿美元资金即可。 此外,Club Factory对不同的供应商进行分级,并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,主要通过ERP模式与供应商进行合作对接。 供应商需要做的,仅是等Club Factory给单后,直接接单清算。 二目标市场明确大胆,Club Factory在确定目标市场时,十分大胆,覆盖二三级城镇。 印度电商接下来的目标,是争夺这类小城镇中的一亿新增网络用户。 据咨询公司Redseer估计,2018年,印度网购者将新增1900万A,与物流商合作,并在近两个月内开放了三个仓库, 以满足印度,日益增长的需求,并获取用户成本比较低,以Facebook和Instagram等数字营销平台为主。 虽然在7月初,宝莱坞巨星Ramvir Singh和2017年,世界小姐冠军Manusheek Killer共同出演了一支广告片,为其代言。 但这无疑可以增加,Club Factory的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在线度。 C,价格优惠,市场研究,公司Forester Research高级预测分析师Satish Minner表示,Club Factory的潮流,时尚产品价格及其优惠,这是它的一个优势。 新用户因此愿意尝试购买其产品。